90%的女生都不会正确的清洗护理胸部 长期错误的胸部护理下来 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胸部变得干扁松弛 胸前毛孔粗大 胸下脖还会容易发红发痒 更有胜者还会长出黑毛痘痘 先就手把手教你们正确的胸部呵护方法 然后再避雷一波长期的错误习惯 妈妈没教过 网上不全面的内容都在这篇视频里了 千万要认真看完哈 别再看雷 首先别再用香皂肥皂 还有沐浴露洗胸了 咱们可以换成洗面奶 我们胸部这块呢 分布着许多的皮脂线和汗线 会产生一层油脂来保护这块的皮肤 如果你一到两天就洗一次的 香皂肥皂还有沐浴露的清洁力就会过强 再加上洗得过于平白 那这一层保护性的油脂被破坏之后 胸部的皮肤就会变得干涩泛红发痒 胸前的毛孔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还会出现胸前长痘等等情况 其实最适合洗胸部的产品 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 压根就不用额外再买 那就是温和不刺激的氨基酸洗面奶 对 你没有听错哈 用氨基酸洗面奶来洗我们的胸部 最合适 那清洗的手法呢 一定要避免用这种搓澡精硬搓我们的胸部哈 咱们就用我们的手轻柔胸部就好 顶多顶多 你觉得这样不得劲儿或者是洗不干净的话 那你就用玉球或者是毛巾轻轻地擦洗即可 这样子不出两周 你就会发现你胸部的皮肤逐渐恢复光滑细腻了 另外很多女神胸部呢会长那种黑黑短短的毛 十几根左右吧 就很尴尬 不知道如何处理 如果你只是像我说的这种胸前只有零巾几根的毛的话 不要太担心哈 咱们女神胸前呢确实也是有毛囊分布的 那有正常的毛囊的话 不就是要长几根小胸毛吗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可以直接拔掉 不同的哈 这就跟咱们拔一根头发是一样的感觉 拔完之后呢稍稍涂点幅就OK了 但是要记住哈 我说的这种情况 只限于你胸前就只有几根的情况 接下来如果你的胸前长痘那种红红硬硬的 它平时没什么感觉 一不小心碰到刮到了特别疼 那这种情况呢就千万别再用硫磺皂了 硫磺皂它根本就解决不了这种细菌引起的毛囊炎痘 反而呢会让我们胸部的皮肤变得特别干 加重胸前的痘痘 正确的做法是 一 勤换床单 洗完的硬物床单 如果家里有烘干机可以消毒的话 一定要消消毒 如果没法消毒的话 你就放在大太阳底下暴晒 保证衣物还有床品的干净干燥 二 修前爱长痘的人 基本上都是爱大量出汗出油的 那你就请用洗面来洗我们的胸部 洗完之后呢用清水冲干净 保证我们这块皮肤干净不油腻 三 少吃糖油烧烤类的食物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果 早睡早起保证我们身体内的腻的平衡 四 酱料配饰四丁维心这一类的尽量少带 减少对胸部皮肤的摩擦 避免带入细菌 五 可以适当地添抹一些驱动产品 最后呢还有一些女生到了夏天 胸下部就很容易出汗激汗发红发痒 但这种情况咱们就可以把内衣换成棉质材料的 不要去追求什么淡薄的蕾丝材质啊之类的 它反而没有纯棉的吸汗散吃的效果好 因为出汗的姐妹这样就能解决了 但如果你的出汗量特别大的话 你就可以铺一些婴儿肺子粉 或者是垫棉柔筋 甚至是小护垫来辅助吸汗 不管你用哪种方式 晚上都记得用洗面奶来清洗下胸部 厉害 高红发痒的情况就能缓解啦